这种事情你觉得全台湾 所有的老百姓听到这件事情 都不会生气吗 这些东西都叫政府公器 政府公器的背后都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人民养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职位 那么这些职位你的产生方式 怎么会是这种方式呢 那更不用说韩国瑜告诉大家的 他的用人原则有三个 第一个叫没钱科 第二个叫热情 第三个叫专业 但问题这就来了 为什么 当韩国瑜这件事情的处理 引起了争议之后呢 你很自然媒体就会想要往下去追 追到底你找来的这个人 专业程度到什么程度 好了 因为之前传出来 他是开这个招待所雅燕 我说的是下招力 所以记者当然往下面去追 结果你看到这一期的周刊报导 报什么 周刊报说 他看起来疑似在另外一家 高雄的香格里拉酒店 曾经当过干部 那我们在这边还是要特别 帮他讲这叫疑似 为什么 因为周刊的记者到现场去问了之后呢 确定只确定一件事情 酒店的工作人员认识他 而且知道叫他的名字叫二姐 知道叫错叫二姐 但是除此之外 他并不能完全证实 他真的在这家酒店有工作过 但至少到后来确定另外一件事情 比较清楚的是 周刊的报导提到说 夏招利之前曾经怎么样呢 跟在他的工作场所的员工有过纠纷 那么这个纠纷呢就怎么样呢 就里面有看起来就是有 强制人家自由的一些事实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怎么说你看 他们这个对象是一个姓梁的员工 然后呢 这个梁的员工跟他们之间闹上警局 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看到像上面这个 一个案件在上面 那在这个事情里面你看 这个事件里面夏招利的另一半 郑东元讲说 这个姓梁的员工 前科累累成被通气 警方还来店里把他带走过 是梁姓员工欠他们一百万 后来打折让他只还了五十万 然后这整个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基本上他们没有否定这件事的存在 也就是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讲事实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就是包括这个伤害 或强制自由的部分 它是存在的 那在酒店的部分 我们就先不去论它好了 那显然这个事件最后的落幕 是以什么落幕 它是以和解的方式来落幕 那既然以和解的方式来落幕 在之前看起来有强制自由的 一些事实存在的话 那这样子韩国瑜的 没前科的标准 显然应该是非常严格的 其实就一般人的标准来看 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是不是跟这个黑道有一点关系呢 因为你可以把人抓过来 限制自由然后打一顿 所以用这样的人来担任 这个高捷的监察人吗 换一种方式 如果说今天台北捷运的监察人 也是找一个曾经混过 这林森北路酒店的人来当 你觉得大家可以接受吗 来敏林医院 这部分恐怕 韩市府的用人标准 竟然是这种程度吗 也就是说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来洗白吗 混过招待所 然后现在变成高捷的监察人吗 是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这个青皇有介绍 这个下召例的背景 还有下召例跟郑东元 除了在这个有伤害的案件 跟妨碍人身自由案件是因为和解之后才 才变成没有前科 那郑东元是什么角色 大家记得去年在这个市场选战里面 郑东元最后冒出来要选市议员 在那之前 他是第一个挂一个这个 这个红布条说民进党施政 蔡英文施政多烂多烂 所以他呢 就是全力支持韩国瑜 他就是那个时候 蹭韩挺韩 变成挺韩大将之后 受到很大的重视 然后来又争取这个市议员的这个选举 当然他落败 最重要是他在这一次 国民党籍在第二选区的这个立委候选 他也有参选立委初选喔 再次落败 所以他这个人跟他的女朋友 跟韩国瑜市长的这个关系肥浅 甚至有媒体指出难道下召例 也跟这个也是夫人帮吗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来一张图 我让各位观众朋友来了解 到底韩市府内部到底都是哪些人马 大家可以来清楚来看 这个是我我们哭手 韩国瑜市长征服宇宙指挥干部一栏表 里面有四大帮派 第一个我们最受瞩目 包括一大帮 当初也因为杨秋新县长的牵线 牵到这个林毅首这个董事长 那里面有好多一大的人啊 那第二个部分 大家最受瞩目就所谓的夫人帮 里面有好多人最值得瞩目的就是 谣传就是说 就是高美兰龟光局主秘夫人帮 就是夫人的闺蜜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那现在也爆出他的儿子 也在高市府里面担任这个秘书 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 就是我们高雄市这个港湾城市的 这个亚洲新湾区的计划里面 最重要就是港务公司跟高雄市政府 合组一个土地开发公司 然后用了一个叫陈建腾 当时还有一个叫陈灿图 这两个人都没有相关的背景 他唯一的背景就是当过李嘉芬夫人的秘书 当过维多利亚学校的这些总务 相关的这些工作经验 然后他就可以因为夫人帮而来当高市府的高官 那此外还有比较四伟的北农帮 其实就是韩国瑜市长自己的亲信 黄文才也没有几个人 还有一块就是大家最知道的 就是所谓的媒体帮 望中帮 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韩国瑜市长除了在中国背后 透过网军透过各种渗透的方式 让他崛起之外最重要就是一个 寒天电视台 每天24小时帮他播出 那里面背后有这么多都是所谓的媒体人 都是所谓望中帮 都是跟这个胡志强 有相大非常高度的关系的这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韩国瑜市长的用人标准 现在很明确嘛 这夫人帮是算第一大帮 第二帮就是望中帮 所以只要你跟这一些帮扯上关系 你只要是韩国瑜或者是你是李嘉芬夫人的加成 你就有机会当高官 所以用人的标准啊 坦白说 不是什么没有前科有乐成有专业 而是你跟这一些帮 有没有什么样具体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比不上夏昭丽 是 他是算酒店帮吗 还是怎么样 招待所帮吗 我觉得这些人都比不上夏昭丽 他这个资历一摆出来 大家都吓退 他这个专业一般人是没有了 因为老板跟员工 我们不敢说一定大家都相处很融洽 难免会有一些纠纷 不愉快离开 但是会把员工拿来教训一点 教训的大概这种老板也不多见 我觉得 所以现在不只是夏昭丽的问题 因为韩国瑜市长 其实应该要面对这件事情 对外面说清楚 因为刚刚前往过几位来宾都说的非常的多 包括我们做高捷的监察人 监察人你就要看这家公司 监督他有没有营印正常 包括财务有没有正常 管理有没有正常 财报你应该到会 要知道说整个管理的状况 这是民众对一个公务机关的监察人 他所做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韩国瑜市长当外界做做那么多质疑 包括夏小姐之前的工作的经历 还有他涉嫌跟他的全员工 发生了这样暴力的纠纷等等 我相信韩市长应该对外面 应该要说清楚才对 对 那当然就说现在因为韩市长用人的状况 的确是让外界觉得非常的夸张 其实在市政的本身 现在还包括登革热 到底是有没有在认真的防疫 还是让这些基层人员非常的辛苦 必须背着自己的一岁幼儿 去加入喷洒消毒剂的行列 我们看到韩国瑜的部分 当然是希望中亚能够多来关注 只是说自己是高雄市长 还希望陈吉曼多关注登革热 到底是谁在当市长 因为他说6月26号的时候 他说完全感受不到中央的关心 可中央不是钱也拨给你了吗 那再来就说 扑灭登革热十几年的经验 为什么没有传承下来呢 真的吗 那这个登革热不是在高雄也很久了吗 基层的公务员其实都在 怎么会不在呢 怎么会没有经验呢 结果我们看到 这个他们的高雄新闻局长王浅秋 他在6月21就说 集管处的处长是市府的防疫老兵 都有防疫老兵 怎么会没有经验传承呢 来明明这部分到底怎么回事 韩市府韩国瑜又搞不清楚 自己的这个专业人才 就在市府内自己都不晓得吗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跟整个高雄市政府应该检讨 就是灭蚊子无能 然后还想要登总统大位来治国 那我想其实这几天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在韩国瑜市长 在2月份 我们高雄市冒出 第一个登革热病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其实后面的这个座围都慢半拍 其实早期我们在城市长或民事长执政的时候 其实是市民还会抱怨 抱怨什么 哦怎么这个礼拜又来 那个所谓的这个登革热座谈会 然后怎么又在喷药里长志工 每天忙的要使大家觉得好累 仁阳马帆而抱怨 可是这一次新的我们现在 在韩国瑜市长上任以后 市民反而抱怨 怎么都没有来清 怎么都没有来登革热座谈 怎么都没有来事先预防防范的喷药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中央并没有卡罕 中央在第一时间韩国瑜在6月底 突然发了一个这个公文 隔天其实礼拜一这个中央 5300万立刻就播给高雄市了 那灭蚊子无能不要再推托说 什么经验没有传承 我觉得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情有些东西 我们认为那叫做常识 常识需要传承吗 那韩国瑜市长对登革热没有常识 不知道为什么有登革热 不知道要怎么清除 这个指挥我们市政府的体系 来清除这些基本的积水的容器等等 这个没有常识 难道需要别人来教你 没有需要这个其他的人来传承经验吗 这第一点 你那个金诗湖 韩国瑜真的要把它注满吗 这个重量大家很正问对人了 我刚好是台大昆虫系毕业 对我们这些昆虫系 或者是说工卫专长的人来讲 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可笑 因为最重要的你花了一个大笔经费 大费周章把金诗湖的这个水位提高 但是呢你们不知道决绝的习性 然后我们造成高雄市的登革热病霉纹 我们都知道埃及班纹那两种 跟他现在可以提高水位 然后增加的这一些 还有要养的鱼 其实非常复杂 水体适不适合我们这一些 登革热的病霉纹生存 第二个你要养鱼 鱼适不适合在那样的水体生存 而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积水只要5cc 就可以养病霉纹 对你大费周章花大笔经费想 幻想说提高水位 然后再来养鱼 你为什么不发动这一些邻里系统 民政局区公所大家一起 社区大家把积水倒一倒解决了 对 所以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离谱 因为解决是在这个水面上 对而且它要靠着墙壁 基本上有水 如果有鱼就把它吃掉嘛 跟水位上升下降 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天啊 所以就完全不了解登革热 来浩宇 你也是高雄的部分区议员 来怎么看 南市府这个 完全荒腔走板的一些市政表现 那其实今年的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资格说 政府不重视登革热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大家要知道 其实市长去的时候 他能够换掉的是有限的 市府大概90%以上的人 都还是本来在那边的一些公务员 我们所谓的一个事务官 事务官是不能换掉的 那他当然可以带一些政务官 可是现在高雄市的问题是 政务官真的大家都想着 怎么帮你选总统 大家人心非常的浮动 事实上我有朋友在高雄当公务员 就在抱怨说 现在的政务官 其实常常都不在办公室 大家常常都要去支援 所谓的这些竞选的活动 甚至到外县市去竞选的活动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很有心 在这个市政上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事实上政府 有没有重视登革热 我认为其实今年政府的重视程度 是超乎过去的 因为其实2015 16的时候 那时候疫情有曾经大爆发 那时候的预算跟今年是差不多的 那你怎么不说 马英九那个时候不重视防疫呢 马英九在今年 那个时候 一万多例给的预算 跟今年的预算是差不多的 高雄花掉了这么多钱 结果你还没有办法 让登革热的案例继续的停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要好好的检讨 这个态度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有登革热 他有说中央不重视吗 对那最后我说一下 就是其实我觉得下朝力的事情 我还是希望大家 最后我们能够还给吴英宁一个公道 今天如果问大家说 北农现在的总经理是谁 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90%讲不出来 为什么大家不关心了 因为这就是政治斗争 当时他之所以被拉出来 一个从来没有被讨论的职务 被拿出来做政治斗争 就是因为特定的媒体 为了要打他来凸显韩国瑜 韩国瑜是最大的受益者 结果你今天的用人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来来 国东哥 登革热是考验韩国瑜 施政的一个能力问题 他到今天为止 他好像跟高雄市 有点脱节 可能真的是忙着选举 没有专心用在上面 刚刚我听高一言在讲 你们在议会里面 不止黄杰 高一言 都是这方面的专业专家 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先把蓝绿摆一边 你就把这些专业的议员找来 自己在你的市长是开个会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也不会给你难看嘛 因为他作为高雄市 选出来的议员 当然是为高雄市好嘛 都会提供专业意见嘛 对啊 都可以提供 一个最标准的市长 应该是做这种事情 你自己不懂 又不愿意学 又不愿意请教人家 然后讲一些有细沙的 有的没有 让人家觉得很笑话 然后你就去挖苦吃豆腐 这个陈其迈 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样越搞 他们现在今天 高雄市在发起WeCare 这个第二波的 要30万人出来 他还只能讲尊重 不然你要讲怎么样啦 当然是尊重吧 他昨天晚上 好像进了一个小港口嘛 小宜港 去住了一个晚上 这个没有 这样不是办法 你自己要好好跟专家 坐下来开会 让市民看我这个市长 请听 然后学习 然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嘛 现在已经第25例了 谁都没有办法保证 明后天还会不会继续发生 什么区域会不会扩散 都不知道 结果你每天在忙这些东西 礼拜六又要总统出选 又要国政厌警了 你又要防备演讲稿 不要被人家偷走 很荒唐神经病嘛 我觉得真的很荒唐 你这些问题不去解决 你每天在忙那个东西 高雄市民怎么会不生气呢 我说韩市长 你听老大哥的歉 我也歉解一下 毕竟是你的老长官老同事 对的确啦 郭东哥提到 现在高雄市民的愤怒指数 非常高 已经在发动罢免了 除了这个前一阵子的 这个网路连署 我们也看到这个歌草行动 罢免的这个市长的 这个三阶段的部分 包括现在三万份的 这个提议连署书 那第二阶段是 三十万份的 这个罢免连署书 那最后第三阶段 是五十七万份 那目前已经超过 这个罢免过半的门槛 也就是说 这个现在呢 包括这个歌草 已经有将近二十万 已经有十九万 七千四百位的成员 那另外就WeCare的部分 是六万八千多人 说战啦 那特别是呢 这个WeCare的部分 还跟超商结合 就是说市民去同一 或全家两大超商 去云端列印这个代码 就可以拿到这个罢免书 所以是很便利 所以要达到这个罢免的门槛 是并不难的 来民意员怎么看 高雄市府 其实在市政部分 真的要加强 不要忘了 有几十万人没有投韩国瑜 这些人就是不喜欢你韩国瑜 但现在如果你让我变成 讨厌韩国瑜 我就可以罢免你 这是国家赋予他的权利 但是一年以后 可是我很担心的是 我们11月24号当选 12月25号就职 明年的 今年的12月25号 就职满一年可以进行罢免 我们几号投票选总统 1月11号 这是一个总统选举规模的 罢免行动 不是一个市长选举规模的罢免行动 我提醒韩市长 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 不能说我尊重 因为尊重的结果 这件事情就会无止境的烧下去 我们必须要反制 反制的是什么 告诉民众 现在的蚊子我怎么做 不小心弄错的小三通 我怎么处理 未来高雄市可能发生的 已经发生的 过去发生的 我怎么样去面对 这才能够让大家觉得 你的罢免没有正当性 来 现况怎么样看 现况就是你看到 在脸书上出现一个 罢免韩国瑜的全民歌草行动 这样的一个社群 它的人数从我们开始介绍它 中间那时候我们在节目介绍的时候 才12万人嘛 现在人数要20万了啦 那短短的时间成长这么快速 你就知道高雄的民怨累积有多快 那更不用说有人还特别说什么 有一些人当然他不是高雄人 但他还告诉你说 如果为了罢免韩国瑜 我可以千户集到高雄去 甚至还有人说 为了罢免韩国瑜 我可以驾到高雄去 就当你可以把它玩笑话看 可是他已经反映出来 一种名义跟状况嘛 那现在你也看到 WeCare跟什么 跟我们刚刚讲的 全民歌草行动 两边他们现在怎么样 也开始想要合作 什么叫合作 人家都算清楚 在过程里面有哪些门槛啦 比如说第一阶段 要3万份的提议连署书 再来有30万份 所以大家怕各自的连署会浪费 所以开始做分工 那你就知道 两边已经做到这种程度 你就知道人家现在对 韩国瑜的一个负面情绪 或是民怨在哪边嘛 那我再补充一个更直接的啦 这些人现在在讲 韩国瑜的事情 就是韩国瑜最大的痛点 叫做什么 就是市政嘛 那什么叫就是市政 你如果真的去加入过 全民歌草行动 这个粉丝页去看 你会发现里面的人在干嘛 他不是只有在里面 我就骂韩国瑜就好 酸韩国瑜就好 黑韩国瑜就好 错 这些人在做什么 这些人在帮忙 在盯着高雄市市政的每个角落 哪些韩国瑜没有做好地方 他们去拍照 拍影片 上传到他们这个粉丝页去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因为这是刚刚最新的 各位可以看啊 这也不过才几天的事情而已啊 人家把它po上来 你看 这个 这个网友把它po上来 因为他也是成员 这里面是什么呢 他说这是高雄的这个风车公园 那这是他什么 这是他前一阵子啊 就是说他两年前带小朋友去的时候 两年前是谁执政 还是花妈在高雄市执政嘛 他说是两年前的时候呢 他带小朋友去风车 那个风车公园玩的时候的照片 很漂亮对不对 那结果呢 现在去拍长什么样子 现在去拍变成这个样子 哇 打草 你看草长多高 这是新的哦 我们来看这个民众 他自己做对照图 曾经的风车公园 跟2019年6月的风车公园 这个就是我说的 网友自己自发性 民众自己去拍的 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监督更可怕 今天你已经逼到是市民 自己跑出来到处在监督市政哦 监督完了之后 上传上传上去哦 那你告诉我 草长成这个样子 你要怎么控制登革热 那你说高雄市政 都没有罗斯松掉角落 都没有荒废的角落吗 那这些图照片是哪里来的 市政出于管理嘛 我现在讲 就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哦 他们里面传了很多这样的照片哦 而且他们里面呢 甚至还有一个叫做反韩素材区 什么叫反韩素材区 就是他就是把大家所有的 对于韩国瑜具体的 可以看到他做不好的地方 集中起来的那个一个 管一个照片区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就知道 大家现在在怎么样看待韩国瑜的 就是认为说 你现在就是要选总统 所以你就是对于市政的用心 就一定会减少嘛 因为每个人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嘛 你怎么可能边跑选举造势活动 然后又要把市政盯得很好 那在这个时间点 高雄市民现在是越看越不爽 什么叫越看越不爽 他的不爽是在于说 我明知道你要选总统 我也没有你的办法 那我也眼看了市政罗斯松了 那边该除的草没有除 那边的路上出现的坑洞 那边积水的地方 他就是一直没有去处理 所以对高雄市民来说 现在看的是这个情况 那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怎么办 自救 什么叫自救 我们大家自己把看到的状况 拍下来传上去 韩国瑜自己不是讲吗 要拉进来打出去啊 你的市民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叫拍下来传上去 拍下来传上去 那就是高雄市民的 现在的新生 他要走进超商啊 去列印那个罢免联署书 然后写好之后 继回去 对 继回去 所以这恐怕会 这个对高雄市民来讲 相当便利啊 2014年那个时候是全球暖化 非常极端气候 就是那一年刚好 有非常极端的声音现象 所以不只是南台湾 那一年年台北新北 甚至北到这个温带国家 日本都出现了登革乐的疫情 所以那一年的南台湾 发生这个上万例的 这个本土性的登革乐的病例 我们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特别要讲 这不是合理话说 哎你登革乐就没问题 而是说当时在同样的预算 跟今天给城局一样的预算 跟给韩文一样预算 人家可以控制住一万例 而且是在全球极端气候暖化的情况下 人家可以控制一万例 那为什么你25例你控制不好 而且会从三明区扩散到凤山区 同时这背后又凸显了什么 我们刚刚有说嘛公务人员临时 他人已经到台中了 临时被他的长官抠回来说 你今天下午就是要来给我帮忙 就是处理这个登革乐疫情的问题 你现在立刻都可以说 甚至还叫这个公务人员说 你要证明你现在人在台中等等 那这个基层公务人员觉得 我当然很有自己的工作值得 我愿意帮高雄市的这个登革乐疫情 来付出问题是 我们的市长在哪里 他那个时候正在拼总统的造势的选举 所以最后还是要讲就是说韩国瑜他今天的市政的荒废 导致这么多的市民朋友自主的发起公民罢免的行动 不只是WeCare将近十万 不只是这个公民歌草将近二十万 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社群 比如说罢免韩国瑜连线等等也将近十万 这么多的人都看见了韩国瑜市长的问题 无心于市政 而且屁股没坐稳 马上要去选总统 这个是高雄市民绝大的愤怒 上一段我们讨论韩国瑜还有韩市府 现在是状况连连 现在连蓝营自己人都不看好吗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高雄市议会副议长陆鼠美 竟然弃韩挺郭 就是挺郭台名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来明妮你的了解 到底他是怎么样的考量 是我想陆鼠美副议长 其实刚好很巧也是我的选区的这个议员 那我想要谈这个陆鼠美 为什么会开始反韩挺郭之前 先看看陆鼠美副议长背后的两个人 背后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陆鼠美很明确 其实就是王金平院长 也就是高雄过去地方派系 所谓白派掌门人 王金平的最重要的子弟兵 所以我们从这里要来谈 为什么陆鼠美改挺郭了 可能要看看王金平的动向 我们都知道王金平日前 一开始他也很挺郭嘛 后来被搞的这个 很挺这个韩国瑜 然后被韩国瑜弄到翠心 然后开始就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 所以我们可以从王金平的 这个态度转变来看陆鼠美 开始反韩挺郭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陆鼠美 他今年他的女儿 也刚通过了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初选 成为国民党提名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所以很明确的 在韩国瑜所有的声量跟民调不断下滑 同时郭已经大幅开始超越 韩国瑜的民调的时候 这时候聪明的人就很清楚嘛 这我当然是要 一来我后面有王金平的这个 这个派系跟未来的这个总统的操作 然后还有很多的资源 第二个我当然是要挑一个民调比较高 可能博取大位的人选 第三大家都知道郭台铭有钱嘛 有钱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个如果女儿要选立法委员的话 可能选择郭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破窗效应吗 也就是一个点 也有可能是一个王金平的大反击吗 因为这个王金平的态度非常明显 对于韩国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爽 国同各自民参与的情况 现在韩市府韩国瑜恐怕要面临 这个党内倒戈的一个情形 我看现在最尴尬可能是他们的议长奥丸 许昆岩 因为许昆岩在王金平的肇事会上也去那里 虽然王金平没有宣布什么 但是他也站在那里还带着不少议员去 那现在他的副手陆淑媚这样一倒戈的话 他是不是也要表态出来我不知道 高雄市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 跟王金平关系都非常深非常好 每次选举都是要靠王金平在后面这个推动的 那你现在怎么去面对这个 可是这个事情是不是透露出来 王金平跟郭台铭是不是有 有某种结合的可能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知道啊 现在郭台铭很多幕僚 既然在他抛出来叫郭台铭 如果出选不能过关 脱胆昌选 那王金平不是独立参选吗 两个既然跟国民党都没有关系 要自己出来选的话 会不会造成第三组人马出来 这个都是很值得观察的 所以今年这个选举大爆炸 爆炸到我们看的也真的眼花了乱 眼花了乱里面 我们又牵扯到什么 台北市长跟高雄市长 两个这么重要都市的市长 每天忙着在做这些事情 既然韩国瑜还大言不惨的讲 一个礼拜七天 我三天在高雄上班 你心不在高雄 你在高雄上班有什么意义啊 每天忙着像无头苍蝇 心啊 不要说三天啊 你一天好好心放在那里 今天不会那个杂草长得这么高 至少留住肉体 高雄市民不要他的肉体 我们不是指说 韩市长你要去割草 不是的嘛 你的螺丝都松掉 你的局处长 你底下那些长 那种长刃文官都没有人在动了嘛 草才会长出来嘛 当然韩市长看不到啊 他也不可能每天 看哪地方长草啊 但是市政府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路哪里不平 有人跟你讲了 你赶快去做秀去看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他去看草很多草 而且现在跟他讲 爱河已经一直在变颜色 他也没到爱河去看 为什么颜色一直变 这些问题都在考验说 你一个礼拜说要三天在高雄 在高雄要干什么 在高雄没有意义嘛 对高雄市民来讲 恐怕他讲的话 这个公信力已经非常的低了 来亲皇怎么看 这个陆鼠美会倒戈 是不是王金平的绝地大反击呢 其实陆鼠美的倒戈这件事情呢 我们不要把他当作是开第一枪 在之前应该就有一些 我说隐隐约的表态 那怎么说 其实之前你看 那个当韩国瑜在台中办造势大会的时候 那时候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不是说 他为了表示中立 所以他不出席吗 那卢秀燕的表示中立 是完全就表示说 因为郭跟韩之间 所以我两边都不要得罪 所以我支持最后出来那个人 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当然不是嘛 因为他要选市长 他的市政要拼连任的话 他一定要争取最大化 中间选民要支持他嘛 可是你很显然的 从现在韩国瑜的状况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嘛 韩国瑜丢掉最大中的两块选票 第一块叫年轻选票 第二块叫中间选民选票 这个从友台的民调就看得出来 因为友台的民调 那个时候是5月8号跟6月22号 两个时间点去做对比哦 一个半月的时间 韩国瑜的选票丢掉最大的比重 20到29岁掉了17% 40到49岁也掉了超过10% 50到59岁也掉了超过10% 所以等于他是在年轻这块族群 跟我们刚刚讲的 40 49 50 59 这个两个族群 他都掉选票哦 只是年轻掉更多而已哦 换言之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韩国瑜 从最强的时候的民调支持度 大概可以到四成左右 到现在我们看到 韩国瑜的所谓的 他的支持度大概掉到多少呢 掉到29%到25%之间 那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铁票并不足以 大到变成一个绝对多数 你要选市长 或是要选立委的时候 你绝对可以当选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卢秀燕做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那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那陆淑美的女儿 他也要选立委啦 在立委的选区里面 你觉得他要得到 就是我只要得到一小部分 两成三成的票就可以当选 还是我还是要得到 那个选区过半数的票 他也是要过半数的票嘛 换言之在这个时间点 他只能选择向中间靠 而且我相信在高雄 很多民众的心声应该是 也是觉得去年选举 我们挺你啊 但是你们你现在带头 就是要跑去选总统 你就是有点 抛弃高雄人的感觉 你是高雄人都不会觉得 那感觉舒服啦 你大概就是那两成三成 觉得说我可以接受 但是多数人不接受嘛 换言之在这个时间点 他要做一个选择 还没有谈到王金平那一块 光是为了他女儿 要选立委这一块 他就要做抉择 他就要选一个 我可以有机会 站到多数的路 慢点 他是哪一区的 陆竹岡山 王金平那一区 所以你看哦 我们刚刚讲 光是在这一块 他就要做选择 那更不用说 后面还有一块 是跟王院长有关的变数 他也要做选择 两个变数加在一起 他会做什么考量 而且其实坦白说 王院长现在还没有做 最后的决定 但是王院长后面的 选择性空间是不是很多 他后面选择性空间是很多 他比如说就像我们讲的 郭台铭今天 凭良心说 今天郭台铭董事长 他今天是已经有一个传言是说 他有可能 党内初选就算没过 脱党选到底 因为他们自己内部评估 有个民调的说法是这样 说他如果用无党籍的方式去选 很多中间选民还是会选他 所以他认为自己在这一块有优势 那换言之 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他有做一些征询的动作 那这个征询动作代表说有这个想法 但还没有定案 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王院长之后的选择 有没有可能联动 当然是有可能的 因为对王院长来说 他已经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了 那换言之接下去 是国民党自己觉得 比如说出现的那一个候选人 不行 我要像换住2.0版再一次 或者他选择让他选到底 然后变成是郭王有何的可能 到时候的选择性就有很多种 所以你会发现他前面这一端 已经是买第一个保险了 到后面那一端的第二个保险 他保留一个空间在那里 所以他这个时间做这个选择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来民议员 现在看起来韩国瑜现在危机重重 陆鼠美是不是开了第一枪呢 要倒戈了 当然危机重重 候选人要找良情责目而期 候选人找最大的依靠 这是无可厚非 那也许在他心目中 他觉得韩国瑜稍稍有下过 这无可厚非可以做选择 但是不要黑寒 什么叫黑寒 刚才青黄讲的那个 我不能说那个朋友做错事 高雄的面积有多大 各位知道吗 我不知道议员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幅员广阔了 高雄的2952平方公里 将近3000平方公里 你拿一张照片说 你说这个草很长没有割 他输均输了几千公里 他今天5000个 我要比较讲 他5000个天坑把它填满了 他把路整理好了 我跟你说 你不能拿海角一语拿来 就说都没做事 我告诉你 他就是24小时用爬的用跪的 都没办法走遍高雄 不能拿一个东西来放大说 他没做事 拿这东西出来的是高雄市市民 所以我说 按照一人的标准 高雄市市民做的行为 他们都叫黑暗 他们都不可以这么说 我刚才就前提说 他们的做行为都叫黑暗 我刚才前提说 这位民众的说法没有错 我家隔壁不干净 我就认为不干净 但是你不可以 因为你在公众媒体上面这样说 这样就表示韩国瑜这件事情 你看这个公园这么漂亮 现在场这么高 如果照刚才那个标准的话 2300万人民 台湾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地方 你不满意拍照就骂蔡英文 因为这叫台湾 可不可以这样做 确实有人这样做 如果你的认知 你评论的角色 你认为这样是对的 我没话讲了 我认为是错的 如果用这样子方式来检验 如果来检验一个县市首长 将近3000平方公里 有一撮草没有除草 说这个市场不用心 5000个天坑 高雄市又老又丑又穷 到今天为止 韩国瑜做了什么 大家去评论 我没有意见 我想一个民众他把他所看到的杂草重生 把他拍下来传上照片 任何一个人不能去否定民众有这样的权利 至于说这个民众表达心声 是不是代表韩国瑜市长做得好或做得不好 这当然是一个可受公平的事情 包括他上传照片这些都可受公平 因为他在社群这个平台上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所不得 就算这位民众讲 他因为这个经验 他认为他的市长很烂 我觉得也是 我一开始说民众没有错 是拿到公众论台上 民众没有错 是你借用他的资料 在公众平台上讲 当然也没有错 我补充你去就好 就是这个绝非是民众的个案 因为在相关的社群里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公园 都有同样发大草的这个情形 而且我在5月8号的这个总资讯里面 我也一再提醒韩国瑜 你一个草要割 登革乐要来 讯息要做 事先都提醒你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高雄市民 不断的上传 整个北高雄南高雄 全部都是高雄发大草 那就是你高雄市民 我安分市长要检讨吗 不是要怪孩子 你的螺丝松了 你的局处长 高雄有公园管理处吧 新北市也有吧 新北市不用等公园管理处 如果这张照片 新北市市民在我的选区穿上来 我就去了 不要你去 我们就去了 民众的照片要累积到 一千张一万张还是几张 才有资格评论他 我先回到 刚刚陆苏美副议长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然有人在解读说 他是跟王金平院长之间的友情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 要来挺王金平院长 然后来挺郭台铭 但是我觉得 这个当然是原因 可能的原因之一 但是对任何一个 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 大家身为民意代表 都站在民意的最前线 最接触到民众 其实我觉得最有可能 一个推论是 他嗅到民意的风向 已经完全改变了 如果大家回到 是去年的11月24号以前 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决定 特别是他的家的女儿 他要选立委 他一定会把韩国瑜认为 他是最大的吸票机 但是他已经感受到 这个风向 已经完全改变 而且改变的速度 看起来是没有停的 这样的迹象 他当然 他一定要做 你意代表的嗅觉是最灵敏的 对因为我 含黑的嗅觉应该也很灵敏 因为我其实现在 常常去吃东西 那个什么 都会请我们吃豆花 就是都不收钱 那当然我还是会付钱 可是他们就是说 你监督的很好 其实之前被骂 现在真的完全没有人骂我 甚至是比如说坐高铁 旁边也是两个人 都在看笑韩国瑜的影片 甚至是呢 其实年轻人最爱上的IG 以前都是美女图 美食图 对不对 最近我上IG 全部都是在嘲笑韩国瑜的图片 所以代表说年轻人也把嘲笑韩国瑜 从国中到高中 甚至年轻人 全民运动都在嘲笑韩国瑜 所以我觉得其实韩国瑜 真的要好好的检讨 那至于这个什么杂草的事情 那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为所有的人都这样看 而且大家也认为 这个满意度持续的下降 民调也是这样显示 所以韩国瑜真的要好好检讨 你到底在市政上 是不是 林仲也是表达 希望这个政府单位能够去注意 还有 还有区长 还有市议员好不好 不是这一点